春节假期 机关署提醒国人 目前流感还有新冠疫情都还在流行高峰 又因为冬季刚好是呼吸道传染病的好发季节 所以建议民众要前往人多的场合 可以佩戴口罩 注意手部的清洁 而春节期间 全台各县市也会开设呼吸道传染病特别门诊 强烈道冷气团报道 加上校园放寒假以来 人流难来北往 门急诊第一线职业医师就观察到 近期类流感病例仍持续攀升 机关署监测资料显示 一月以来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同时于社区中活动 依据往年经验 急诊类流感就诊人次 会在农历春节期间达到高峰 为兼顾民众就医需求 各县市开设呼吸道传染病特别门诊 医院共一百五十六家 也有儿科特别门诊 机关署也提醒脆弱族群 像是六十五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史等高危险族群 天气冷要特别留意健康状况 适逢年接期间原本服用的药物也要规律使用 不要擅自停药 而出游聚会都要落实手部卫生 出入人多密闭场所建议佩戴口罩 而内流感患者一旦出现呼吸困难 急促 意识改变或低血压症状 要尽速就医 记者刷中的成员台报道